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近期餐饮行业逐步复工复产 个别餐饮企业涨价引起消费者关注 4月16号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林泽妍 在回答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全国工商联努力通过商会协会做工作 宣传政策并发出倡议 全国工商联系统配合当地执法部门 对以次冲好的扰乱经济市场秩序的给予严惩 同时宣扬做得好的餐饮企业 真正做到消费者得到满意的消费 据其介绍 目前全国餐饮企业复工复产率 已经达到50%以上